第三題 下列關於玻璃容器的使用何者錯誤 A 將裝有液體的燒杯隔著陶瓷纖維廠加熱 這個是對的 我們說隔著陶瓷纖維廠加熱 以便受熱均勻 B 將液體倒入室管後可直接在火源上加熱 這個也是對的 室管是屬於可以直接加熱的玻璃容器 C 可用隔水加熱把加熱室管裡面液體 這也是對的 如果我們希望加熱的速度不要太慢或者受熱均勻的時候 我們會用隔水加熱的方式 諸 量桶可測量液體的體積也可以用來進行化學反應 這個是錯的 我們說過我們的量桶只有一個用途就是量液體的體積 不可以拿來配置化學藥品 不可以拿來加熱 不可以讓它發生化學反應 所以第三題 如果我們說下列關於玻璃容器的使用何者錯誤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量桶可測液體體積 也可用來進行化學反應 就可以發生似乎體體積 0,0,0,8